有收到什麼就是那種免治碼頭 但是是用過的那種 什麼最後過的 那種最爛的 自己穿過 西西所在的位置呢 西西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台北的世貿藝館 是逢聖誕節 交換禮物的日子就要到了 那麼今天呢我們要來訪問一下 線上SG到底聖誕交換禮物 都會送什麼樣的東西 還有他們有什麼樣有趣的經驗 以及他們最想要收到什麼樣的禮物呢 我跟你們說 雖然這次聖誕節可能大家來不及 但是明年情人節 哼哼 知道該怎麼做囉 快點筆記本趕快拿出來 抄一下抄一下 好那我們就進去吧 GO 大家好我是飄飄兒 如果要很好的話就是 可能空氣 空氣精進機 超難唸的 對 那如果送不好的東西 送不好的 maybe就是一串衛生紙之類的 只是那種很爛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就是我在台北 然後我朋友辦交換禮物 辦在淡水燒烤店 結果我抽到了兩瓶大罐的可樂 我還要搬回台北 我想要收到那個 薩摩耶 你說那個復活節的 無人島那個 NONONO是一隻狗 超可愛的狗 超可愛的 我喜歡 真的喔 如果是送就是玩偶 或是 也可以 但是要非常大 1比1這樣子 我就可以接收 最好不會懂 好謝謝你 謝謝你 好啦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BUBU 聖誕禮物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我覺得是保養品啊 面膜之類的 還蠻實用的 我有聽過就是 有收到什麼 就是那種 免治馬桶的那種 就是做墊 但是是用過的那種 什麼最紅包的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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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強大的 手機啊 或是GoPro 我覺得很棒耶 喔就是想要拿來記錄自己的生活 對 就是出去玩的時候就覺得 喔我妹妹的照片好有回憶 對對 沒錯 好謝謝你 哈囉 我是Karin 然後也可以到我的粉絲頁 劉凱凱就是愛Beauty 我講我曾經做過的好不好 我曾經自己親手做一個抱枕 用我自己照片然後印成布 然後自己親手做抱枕 送給粉絲嗎 送給粉絲 因為剛好是跟粉絲 過期了嗎 過期了 過期了 連對都不能對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就是包包啦 但是有一點貴 所以我還是自己買好了 好謝謝你 好謝謝 拜拜 拜拜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潔 我的粉專是JIE小潔 可以記得搜尋幫我按個讚喔 我自己的話應該會想要走 送實用路線 就可能護手霜啊 或者什麼圍巾 手套 自己穿過的襪子 就覺得 他覺得很有價值這樣 那我覺得你今年要送的禮物 可以考慮送你自己穿過的襪子 應該蠻多人想要買的 人味的 人味的 就應該也是實用的 就是我會送的 就是我希望我也可以收到 護手霜圍巾那些嗎 就可以再高級一點 好聽到沒有 好那謝謝你 謝謝 哈囉我是天天 哈囉我是可芸 我今年晚上剛好就要換一個交換禮物 我今年晚上準備的是那種旅行的沐浴組 然後跟一個擺在家裡的芳香 對那些零食 好實用喔 那你呢 就我們交換 一個人介紹對方一個男生 然後是要對方喜歡的類型 好實用喔 好 我前兩天剛好玩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換那個 那個彩茶的那個帽子 阿公的那種編織帽 然後跟那個彩茶那種 客家的那種彩茶那種 袖套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袋子 台灣那個袋子 彩色那個編織帶 超好笑 我們去唱歌嘛 精彩畫面播放 丁哥等我親 丁哥不相信 丁哥不相信 這個裝扮我不行 然後還去包廂外面 然後走到一樓再走回來 然後路人一直看 真的是超級大懲罰欸 還滿厲害的 沒有我就收過最爛的就是衣架 衣架 就是那一種 呃 正 長方形 上面會有很多那個夾子那種 夾子的 衣架 而且重點是因為它很大 所以你從袋子裡拿出來 你就會覺得說 喔怎麼那麼大 感覺很厲害 就拿出來衣架 傻眼 真心 完全傻眼 然後 食用一點的 一箱大零食 一整箱那種零食 對的 真的是實用的 對 沒有 我的答案應該在第一題就知道是什麼 男朋友 好嗎 大家趕快來報名 對 肌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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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 好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大家好我叫慈慈 身高168公分 體重48公斤 今年比較想要送的是香水的部分 喔香水喔 是男生還女生的 嗯 男生因為我 異性朋友比較多 OK 來唷 沒有啦 應該是衛生紙吧 衛生紙 那是用過的嗎 沒有用過的 就是可能是 屈臣室那種 一大包99元的 衛生紙 然後還沒有包裝 就直接就是衛生紙 很裸露的啊 很赤裸的 完全就是開誠不公這樣 我自己 最想要收的是藍牙耳機 喔 好喔 聽到了嗎 記下來 好 謝謝你 哈囉我是萱萱 我也是萱萱 這是我們的萱不一樣 我是有曹字頭的 他是女的 我是沾碗萱 喔 我嗎 嗯 水養肌 水養肌 燻香 擴香 擴香的那種機器 喔 那妳 想要送我的鞋針 鞋 鞋 鞋針 哇塞 好棒喔 對啊 很恐怖喔 而且是在前幾天才發現 就是 發生的事情 我們小時候 國小 都會有測驗一個 貼在屁股上的東西 那就叫做 饒蟲貼片 超噁 沒有 當然沒有 太噁了 可是收到就很無言啊 我跟你講我們去年 那叫什麼 路邊打掃阿姨戴的帽子 跟那個 一整套 一整套 全套 原來是cosplay套組啊 好那妳呢 就 有關政黨的東西耶 可以講嗎 喔 就跟正月亮走 喔 我懂了我懂了 好 我嗎 我想要收到香水 我很 就是 我對味道很敏感 一點點味道我都很 就是都會聞到 然後我很喜歡 就是全身都香香的 所以 任何香水類我都會收集 男香女香我都會 喔 那我了解 那妳呢 當然是小香 好不好 OK 好那謝謝你們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小儀 可能送了一些 實用性的東西吧 喔 有沒有什麼方向 方向喔 可是這樣比較破梗嗎 哈哈 不能破梗 想知道嗎 追蹤她IG 有 我說過 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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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 就是飯池啊 就是挖白飯的飯池啊 你說無不無言 我還說過 香腦丸 香腦丸 欸很實用耶 可以放衣櫥啊 然後我拿出來就 塞她嘴巴 沒有 我想說是放衣� 但至少是可以用的東西 我媽 當然是房子 聽到了嗎 房子喔 紙做的可以嗎 不要喔 不要喔 不接受 不接受 好 謝謝妳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杜可威 我今年如果聖誕節交換禮物的話 如果是女生的話 可能會選一些比較實用的 像是彩妝啊 香水啊 之類的 或是乳液 或是乳液 就比較實用 我是走實用派的 那男生的話呢 可能 呃 我覺得香水也是可以 然後 或者是像 冬天到了 或是圍巾啊 手套之類的 我覺得 或是那種 運動品牌的東西 對 我會覺得都比較 呃 那我比較喜歡 對 那 那種好運棉啊 或是衛生棉 好運棉是什麼 就是 呃 應該算是已經用過的衛生棉 但是她可能已經懷孕了 所以就是一個寓意這樣 哦 了解 所以對方收到的話 可能就是 祝她懷孕 對 對 但是如果像我們這種 單身女生收到的話 就會很尷尬 連對象都沒有 怎麼好運 哈哈 你聖母瑪莉亞 哈哈 然後還有一個我也覺得 蠻誇張的 就是很實用 但是 很重量很大 就是 送米 米 對 白米飯 一大袋 包一大袋 這樣 是很實用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麼搬回家 這樣 我覺得禮物的價值 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 那個心理 哦 對 所以我可能是她自己 親手做的東西 哦 我會覺得 可能會很感動 這樣 了解 走心派的 OK 好 謝謝你 謝謝 那麼今天呢 我們的採訪內容呢 統計一下 大家最常會送的禮物呢 大部分都是什麼 圍巾啊 護手霜 彩妝保養品啊 還有 對 差不多是這些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 其實我前一天才聽廣播 他們排行最不想收到的 這些都是名列前茅的耶 所以大家 再考慮一下 然後 大家最想收到的禮物呢 這個就豐富非常的多 從 3C 還有 香水 還有 保養品比較少 然後還有 活的 寵物 到男朋友 最後連不動產房子都出現了 有沒有厲害 真的 大家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 最無言最好笑的禮物 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 最多的都是清潔用品 我覺得這太沒創意了 真的 大家 再想一下 發揮一下創意 我覺得只有創意的是那個 那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配合 然後提供我們這麼多有趣的答案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喜歡西西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